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重大事件 梅拉尼亚特朗普罕见现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在大会上的演讲 首先,梅拉尼亚特朗普罕见现身观看丈夫的党代会演讲 自从特朗普险些遭遇暗杀后,这是他首次公开露面 他身穿共和党红色服装出席 但依然保持神秘和遥不可及 他在过去的公众场合中极少与丈夫同框 这次的亮相引起了广泛关注 接着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 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回忆了上周的暗杀企图 并将自己描绘成一位胜利的英雄 他带着笨带描述了枪击事件的详细过程 并承诺将继续为美国人民提供更好的政府 尽管他在演讲中显得更加低调 但他仍然发表了充满怨恨的言论 声称自己是拯救我们国家人民的民主的人 大家是否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撼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灯光闪烁时 梅拉尼亚特朗普以一身先红的共和党服装经验亮相 这是他自2016年以来首次公开露面 伴随着古典音乐的旋律 他孤身走进密尔沃基的会场 这与整个大会周内的乡村音乐和摇滚歌曲 形成了鲜明对比 犹如走秀般的姿态 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现代的女王 而不是一位政治人物的配偶 自从他的丈夫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 梅拉尼亚特朗普不断打破人们对第一夫人的传统印象 白宫期间 他几乎隐身 只专注于少数几个他感兴趣的议题 美国国家档案管称他为善良的大使和儿童问题的提倡者 然而 自从特朗普离开白宫后 他在很多公众场合中拒绝与他同框 当他在亚特兰大拍摄大头照时 他不在场 当他成为首位被定罪的前总统时 他也不在纽约 媒体和公众对他的出现总是充满了期待 这次也不例外 玛丽·乔丹在他的书《他的交易艺术》中曾说 梅拉尼亚做他想做的事 他非常独立 不会因为别人做某事而去做 他不觉得有任何义务去做 周四晚上 他终于现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这一瞬间成为了所有媒体的焦点 就在几天前 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次集会上 遭遇暗杀企图 一颗22口径的子弹擦过他的耳朵 让他险些丧命 特朗普在大会上回忆这一惊险时刻 他说 我当时不应该站在这里 我感谢上帝的恩典 他还展示了一张捐赠给受害者家属的100万美元支票 并在讲台上亲吻了集会中牺牲的消防队 常科里·康佩拉托的头盔 在这次大会上 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 中子埃里克 儿媳拉拉和孙女凯都发表了演讲 但梅拉尼亚拒绝了发言的机会 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 不会做他不想做的事 2016年大会上 他因抄袭米歇尔·奥巴马的演讲而受到批评 这次他显然不愿再次冒险 尽管如此 梅拉尼亚的出现依然成为了当晚的亮点 他慢慢走上VIP区的楼梯 在顶部停下来 向四周挥手 展示他对形象力量的掌控 这一瞬间 他再次用自己的方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当晚 特朗普在舞台上回忆了暗杀事件的细节 他说 那是一个温暖美丽的傍晚 我站在讲台上 突然听到一声嗖嗖的声音 感觉到耳朵被狠狠击中 他描述了当时的恐怖场景 特勤局护卫迅速冲上舞台 保护他的安全 他说道 如果我没有在最后一刻转动我的头 那颗子弹会直接命中我的脑袋 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特朗普的演讲中 充满了他一贯的激进修辞 他再次声称2020年的总统选举被窃 并指责民主党人武器化司法系统对付他 他说 我们的愿景是正义的 我们的事业是纯洁的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完成这一使命 在演讲的高潮时刻 特朗普举起拳头 呼吁支持者们战斗 全场观众响应他的号召 爆发出战斗的呼声 一片掌声中 他再次强调了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承诺 承诺将降低利率和能源成本 并结束国际间的冲突 这一晚 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成为了一个舞台 展示了唐纳德·特朗普 和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双重魅力 尽管他们的婚姻和公众形象时常被质疑 但这一刻 他们联手向世界展示了坚定与力量的象征 这是特朗普夫妇用他们特有的方式 重新定义了政治舞台上的爱与忠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梅拉尼亚特朗普 罕见现身观看丈夫的党代会演讲 梅拉尼亚特朗普于2024年7月 罕见的在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现身 这是自他丈夫唐纳德 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 梅拉尼亚身穿共和党红色服装 与以往一样展现了她一贯的神秘和遥不可及的形象 她的亮相立即成为焦点 梅拉尼亚特朗普自2016年起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以其独特的低调风格和谨慎的公开露面而著称 她通常专注于一小部分兴趣 特别是儿童问题和慈善活动 不同于其他总统配偶 她在白宫的第一个任期内显得非常隐居 很少参加公开活动 也避免与政治直接相关的事物 在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卸任后 梅拉尼亚更是大大减少了公开露面 无论是她在亚特兰大拍摄大头照 还是首次被定罪 她都未曾出现 甚至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当唐纳德、特朗普正式获得总统提名时 她也没有出现 这种行为引发了许多媒体和公众的好奇和猜测 根据她的交易艺术 一书的作者玛丽、乔丹的描述 梅拉尼亚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她做事的原则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不会因为别人做某事而去做 这使得她在许多唐纳德、特朗普的重要时刻缺席 但同时也增加了她每次出现的影响力 梅拉尼亚的首次公开亮相 正值唐纳德、特朗普讲述 她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的暗杀未遂事件 这次事件中 前总统在耳朵被枪击擦伤后 依然坚持站在舞台上 并以此举动激励了她的支持者 这次演讲中 唐纳德、特朗普强调了自己对上帝恩典的感激 以及她对实现 为美国人民提供更好政府的目标的坚定决心 在梅拉尼亚现身之前 唐纳德、特朗普的长子小唐纳德、中子埃里克 以及其他家族成员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梅拉尼亚的出现被视为一个重大的时刻 特别是在她缺席了许多重要场合后 尽管如此 她依然选择不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这再次体现了她对公开生活的谨慎态度 梅拉尼亚、特朗普被认为是 现代历史上最神秘的第一夫人之一 她很少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在回应针对她丈夫的枪击事件时 她发表了一篇长篇声明 表达了她对丈夫人性和热情的赞美 这篇声明充满了个人色彩 被认为是她亲笔撰写的 梅拉尼亚作为一名前专业模特 她非常清楚形象的力量 通过减少公开亮相的次数 她使得每次出现都更加引人注目 正如玛丽、乔丹所说 她非常精明 通过隐居来培养神秘感 然后当她出现时 这是一件更大的事 这次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亮相 再次印证了她的这种策略 总的来说 梅拉尼亚、特朗普的罕见现身 再次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并强调了她在特朗普政治生涯中的 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她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成为了重大事件 这种策略使她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保有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存在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梅拉尼亚、特朗普的神秘感真是无敌 她就像一个古怪的超级英雄 总是选择在最戏剧化的时刻出现 她的缺席和突然现身 让她成为了政治界的蝙蝠侠 神出鬼没 保持着一种莫测的魅力 这可比那些每次都在场的政客配偶们有趣多了 而且梅拉尼亚的出现总是能吸引所有的目光 这是一种高效的战略 少及是多 对吧 哦 楚天书 你这种说法真是太搞笑了 梅拉尼亚、特朗普像蝙蝠侠 她更像是一个消失的魔术师 总是缺席在丈夫的重要时刻 她的神秘感就像是一碗没有盐的汤 让人觉得胃同嚼辣 当她选择不出现在特朗普被定罪 或遭受暗杀企图的关键时刻时 这更像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 而不是什么高效战略 要知道 政治不是时尚秀 持续的缺席只会让人觉得 她对这个角色毫无兴趣 谢琪琪 你可真是幽默 梅拉尼亚选择不出现 是她的自由意志 是现代女性独立的标志 她不需要靠在丈夫身边站台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可以想象她在白宫的时候 就像一位影视哲人 默默地做着她的慈善工作 聚焦于儿童问题 这可比那些只会在台上 微笑挥手的配偶们 有价值得多 而且 她的每次出现都能制造话题 这是一种高效的传播策略 她的缺席 让她的每次现身都成为大新闻 这可比那些无处不在的政治配偶 更能抓住媒体的注意力 楚天说 你这种解释真是太天马行空了 梅拉尼亚的缺席 更多像是一种冷漠 而非什么独立女性的象征 她的慈善工作也仅仅是点缀 没有真正改变任何现状 事实上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记录 她的慈善活动并没有对儿童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她的神秘感或许在一开始是新鲜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觉得这只是缺乏投入和责任感 要知道 第一夫人的角色不仅仅是站 在丈夫身边微笑挥手 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种价值观和承诺 梅拉尼亚的缺席只会让人们觉得 她对这个角色不屑一顾 谢琪琪 你这种批评可真是太严酷了 你说她的慈善工作没有重大影响 那是因为她选择了低调行事 这并不代表她没有做出贡献 她的Be Best运动 针对的是网络欺凌和儿童健康问题 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一题 而且她的缺席反而让她保持了一种神秘感 这在传统的第一夫人角色中是一种创新 总比那些只会站在台上微笑的角色更有深度吧 再说 她的每次出现都能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这不正是她高超的媒体策略吗 她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影响世界 而不是随波逐流 这才是真正的独立 楚天说 你确实很会替梅拉尼亚辩护 但我们的面对现实 Be Best运动虽然看上去高大上 但实际影响力有限 根据CNN的报道 这个运动在她任期内的推广力度也不大 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 而她的缺席 不仅让她和特朗普看起来夫妻不和 还让她失去了很多可以真正改变现状的机会 梅拉尼亚的神秘感 更多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表现 而不是什么高超的策略 第一夫人应该是一个积极参与 关心社会的角色 而不是一个只会在特殊时刻出现的风景线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梅拉尼亚 特朗普罕见现身 观看丈夫的党代会演讲 BBC 哇 梅拉尼亚 特朗普 可真是这场戏的大明星 这位神秘的前第一夫人 自特朗普遭遇暗杀企图后 首次公开亮相 身穿一身共和党红色服装 俨然一副走秀的架势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热闹气氛 被她的到来点燃了 尽管她和乡村音乐或摇滚乐相比 更像是古典音乐的代表 她的神秘感和独特的选择 使她在大众眼中更加难以捉摸 就像玛丽 乔丹所说的 梅拉尼亚做她想做的事 她的独立性和不被约束的态度 给她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分数 特朗普的其他家人都在大会上发言了 唯独梅拉尼亚拒绝了上台的机会 这让她越发显得特立独行 甚至有些高冷 这次登场 也许是她意识到自己形象的力量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意味深长 特朗普在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上 回忆称痛苦的暗杀企图 The Independent 话说回来 特朗普自己也是不甘示弱的 这位前总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重温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暗杀企图 将自己塑造为一位不屈的英雄 他甚至戴着一个头盔 亲吻了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中 牺牲的消防队长的头盔 感人肺腑啊 现场观众被这个动作感动得热泪盈眶 并且大声呼喊战斗 这让特朗普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他还展示了一张朋友捐赠的100万美元支票 这笔钱将用于帮助受害者家属 这一举动无疑让他在共和党支持者中的形象大位提升 但也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他的公关策略 然而不管怎么说 特朗普的演讲确实让现场观众心潮澎湃 特朗普的演讲谈到了全球问题 从欧洲和中东的战争到亚洲的潜在冲突 甚至还提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呼吁降低能源成本 并一如既往地强调钻探钻探再钻探 轻松掀起了全场的狂热 他的一些说法可能有些夸大 但他的支持者显然是买账的 在回忆暗杀企图时 特朗普详细描述了那个惊魂未定的瞬间 让人感受到他真实的恐惧和坚韧 他说如果自己没有及时转头 子弹可能会命中要害 他甚至开玩笑说耳朵出血最多 博得了观众的一片笑声和掌声 总结 梅拉尼亚和特朗普这对夫妻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 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梅拉尼亚的神秘和不拘一格 使他在这场政治大戏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特朗普则通过重温暗杀企图 展示了他的坚韧和英雄气质 成功地激发了支持者的热情 这场政治大会不仅是共和党内部的盛会 更是特朗普展示自己魅力和影响力的舞台 无论是梅拉尼亚的罕见现身 还是特朗普的动情演讲 都为我们展示了一场充满戏剧性和情感的政治秀 这无疑将成为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